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沈阳市报告一例 安山四例 府顺十例 铁岭一例 朝阳九例 新增二十二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两例 大连一例 安山十三例 铁岭一例 朝阳四例 盘锦市报告一例 今天安山发布了通告 那自今天的零时起啊 对铁东区 铁西区 丽山区 千山区 及高新区 京开区 千山风景区 实行零时性静态管理 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动和活动 静态管理的措施和实现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 沈阳疾控中心公布了 虞虹区一人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的活动轨迹 咱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啊 其中包括7号早晨在虞虹沙岭丽锦城一期社区房核酸采样点 虞虹区违品会物流园一号库 8号在水墓成点核酸检测等等 大伙可以再次看一下我身后的大屏幕啊 写得非常的详尽 如果说有与以上的活动轨迹相关的人员 别和解 立马向所在的社区和工作单位进行报备 这样啊 才是最安全靠谱的 辅顺昨天新增10例本土确诊病例经研判 辅顺市的本轮疫情与K7377列车乘客及列车工作人员高度相关 如有乘坐10月6号K7377次列车以及核酸检测异常的铁路工作人员 曾经乘坐过的7号K7426次列车 8号K7425次列车 10号K7512次列车的乘客和其他的铁路工作人员 8号9点半以后去过顺城区红润发超市 晚7点半以后去过辅顺25中学 9号12点以后去过顺城区顺泉浴池的人员 请立即严格居家隔离 您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具体信息 对照一下有没有同时空的交集和我们要求的要去居家隔离的情况 那同时呢您要向所在的这个社区啊 进行一个报备配合落实疫情防控的措施 接着说一件大伙都非常关心的事 停车 车多未少 这不光是咱们沈阳啊 全国各个城市它都有这问题 它怎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呢 立体停车场啊 它就应运而生了 而最近啊 沈阳新建的一处立体停车场 则是进一步的啊 它解决了很多问题 这它的建设啊 不光是能缓解社会车辆的停车 它还考虑到了啊 这个公交车夜间集中停车的一个大问题 平常在路上这个车辆好停放吗 不好停放 车太多了 那不是特别 那是相当难找了 有个有时候有急事吧 就把车就停旁边了 然后回来就贴滑单了 有时候没有办法 确实找不到车位 每天转一圈 慢慢找那样的 那想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那最好公共停车场多一些呗 就立体停车场比较好的嘛 它那个停车比较方便 停车数量比较多 而且呢 然后它全自动化 然后取车比较方便的那样的 如今小区越来越密集 停车更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其实除了私家车停车 存在一定的困难外 夜晚公交车的停放 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 沈阳市于洪区大通湖街 与细河北路交叉口的东北侧号 那今天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有一个大工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啊 现在正是在施工着 那这个大工程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将建立一个公交与社会车辆 同时停放的停车楼 停车场总建筑面积三万五千平 设置分别为地下一层和地上五层 大通湖停车场建成后 是作为沈阳市首个 同时可停放公交停车 和社会停车的立体式停车楼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啊 这些工人呢 也是在忙碌着 在铺着这个钢筋哈 那他们也是在为这个 立体停车房打基础 那他们现在正建的工程呢 是这个立体停车房的 副一层 那这个立体停车场呢 一共分为五层 那这个第一层呢 是公交车辆的停放 一共可以停放 50多辆公交车哈 那这个二到五层呢 是停放这个社会车辆 一共可以停放进千台 大通湖停车场 同时还设置了充电桩 是按总车位数的15% 同时按100%的这个车位 预留充电量和充电设施 充电设备 大通湖停车场建成后 将解决公交停车 住房难的问题 以及解决周边市民停车难的问题 这项工程预计今年的11月15号 完成地下室一层的封顶工作 整体工期将在明年的10月中旬 整体军工 今年我们将启动建设 旺花街正新路停车场 黄谷区金山停车场 审核区惠明新居南停车场 渔空区大通湖停车场 及浑南区四一大厦 P加R停车场 远见园停车场 白打和二路停车场 共其处静态交通工程 总建筑面积达到20.2万平方米 2023年年底前建成之后 提供社会车辆停车位4830个 公交车博位358个 将大大缓解周边市民停车难的问题 按照这个 我市的停车普查的最新成果 然后我市中心程序 可以划分为 供小于序 供需平衡 供大于序 三大类 361个停车网格代员 针对这个供小于序的停车网格 我是重点是 开展这个公共停车场建设工作 然后来缓解这个 重点区域 集中办公区 中小学 三检医院 然后一些老旧小区的 热点区域的停车矛盾问题 立体停车场 顾名思义 就是用最小的位置 停放最多辆的车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 就可以快速找到停车位了 那这个停车场呢 预计也是明年 年底之前就能投入使用 那让咱们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沈阳渔洪区的大通湖街附近 楼盘密 居民多 是不少公交车的始发和终点站 所以啊 这种超大型立体停车场啊 就拍上用场了 而针对不同的供需要求啊 刚才这片子当中咱们也提到过了 将分为三大类 划分停车网格单元 因地制宜的解决停车问题 9号的中午 大连的王女士和丈夫啊 驾车驶进了焦金山隧道 就看见前面有个车打着双闪 侧停在了隧道内 这两口子一看 隧道里边能停车 那肯定是遇到难事了 下车这么一问 可不吗 电瓶没电了 是我们刚开进隧道 大概三百米左右吧 前车就打开双闪 行驶慢下来了 然后就停下来了 因为我老公自己是开修配厂的 还好车里有紧急发电装备 然后他在前面连电之后 成功了让司机开出隧道 前后大概也就不到十分钟时间 交通就恢复通畅了 为我的老公点赞 哎呀这王女士说多好 账务是开修配厂的 当时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是电瓶没电了 而且巧了 车里刚好有这个紧急发电装备 也就十分钟顺利帮助前车驶离隧道 这一次的隧道救援啊 真的是堪称完美 那接着这事啊 轩轩在这也提醒大伙 车换季了 该体检咱得体检 这跟人一样啊 还有吧 像咱车上这玻璃水之类的 夏天呢 你就赶紧给它喷了了 别留着 现在得换冬天的防冻型的了 开车上路 安全第一 今天啊 这天是明显有点回暖了啊 这中午的时候 我都感觉有点晒脸 这种情好的天气 持续三四天 也就到周六啊 沈阳最高的气温在20度上下 那风力呢 也会减弱到三到四级 周六将是本周最温暖舒适的一天 从全省来看 大部分的城市这两天啊 都是大跨步的升温 白天出门 基本上啊 就不用像之前两天穿个保语绒服了 你整一件稍微厚点的外套 那就够用了 但是一早一晚吧 还是凉 大伙你还得多穿点 到了本周日 新一轮的冷空气又登场了 那咱们省内的气温啊 将会再一次的有所下降 局部的最高温重回各位数 好 接下来进段广告 回来咱们接着了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气马啊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证糖 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 沙气马 就真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 买三盒 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益生菌 木糖醇的 山药坚果沙气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呢 用木糖醇呢 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呢 这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啊 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气马呢 今天啊 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气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气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清深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沙气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气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热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倒报 为您服务 我是萱萱 北方有句谚语 燕来不过三月三 燕走不过九月九 这眼睛前啊 正是燕子南迁的时候 可是大连的张先生 最近却遇到了一大群燕子 这见面的地方啊 您肯定想不到 十月十号 大连的张先生外出回来 刚打开宿舍的大门 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屋里一大群燕子 飞过来迎接他 顿时感觉 我是谁 我在哪 什么情况 等他缓过神来后 开始还以为 燕子们误非进来被困住了 可他打开房门 燕子却不往外飞 后来大伙一合计 可能是最近气温骤降 屋里开空调取暖 燕子飞到屋里来 蹭空调暖风来了 这事到这还没完 张先生单位的领导知道后 还特意给燕子们 安排了一间空调房 这段人燕其欲记 着实给了我们一份惊喜 不过燕子们可别忘了 天气升温后 咱们该往南飞了 最近山东泰安的一名警察 在一家旋转火锅店吃火锅时 下意识地往邻座瞄了一眼 就这一眼 他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只见临座男子端着一部手机 正在操作 这位警官凭经验一眼就看出 对方正在跑分细节 这可撞枪口上了 一个电话调来同事 一分钟就完成了抓捕 有网友说 吃饭功夫顺道加了个班 破了个案 这效率没谁了 下边的事也是顺道办的 可顺得更及时 10月9号在重庆一家店铺里 一名收音员正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失去意识 咣当一声倒地不起 这一幕被旁边一位大姐看到了 她直接飞奔过去 将收音员从地上扶起 随后把她从狭窄空间 转移到外面空旷的地方 这功夫屋里很多顾客 也都过来帮忙 有人帮打110 有人帮忙扇风 渐渐到收音员有了意识 后来得知收音员 是因为贫血晕倒 并无大碍 大伙儿这才放心离开 有网友说 这一幕真的被暖到了 你们都是最棒的 献血 您献过吗 问各位朋友们 有的人会说了 说这个一次没献过 还有的人说 我这是偶尔献过 或者是说定期去献 各种情况都有 但是 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 曾经有过这个献血的经历 一定对这个书写的重要性 急迫感会深有体会 那可真不是 啥叫输到用识方案少的 这个问题 而是性命攸关 今天对此最有体会的 一群白衣天使 就是挽起了袖子 带头发起了义务献血活动 今天上午 三辆无偿献血车 整齐地停在了 沈阳维康医院门前 几十名医护人员 早早就排起了长队 玩起袖子 等待献血 记不清了 五六次了吧 差不多 我一般都是 赶在医院的时候献 或者是血少的时候 我会献 凭什么没有时间 之前献过两次 总共献了600毫升 今天打算献多少 准备再献200 然后就是800毫升了 虽然天气透着寒凉 但白衣天使们的 献血热情丝毫不见 维康医院发起倡议 这次志愿献血活动当天 医院就有300余名 医护人员报了名 今天是我们死亚维康医院 成立13周年 本着卓越医疗 维灭安康的建院宗旨 我们想以实际行动 践行医者初心 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但是真正看到自己的血液 从身体里流出去的时候 非常激动 害怕吗 有个担心呗 没有 不好意思 就是觉得自己的血液 能献给一个 帮助到一个人的时候 很高兴吧 是幸福的泪水吗 感觉是 献血队伍中 有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 也有后勤保障人员 无偿献血是除积极救治外 对病人最直接的帮助 本次活动也在 沈阳维康医院 沈北分院同时进行 希望通过白衣天使的带动 倡导更多人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我们医院一千多人 这次献血活动 大家踊跃参加 并且报名的 就有几百人来参加 所以我们医护人员 对无偿献血活动 是积极参与的 我们也愿意 通过我们的献血活动 给需要血的人群 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 口罩啊 虽然遮住了他们的面容 但是依然能够看到他们 乐于奉献的坚定眼神 看到刚才那个 说着说着就哭的那小护士啊 我也深有感触 献血真的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我是从大学开始第一次献血 每一次我献血的时候啊 就看着自己的血啊 从身体里边流出来 脑矮当中就会想啊 我又将成功的帮助到一个人 真的就会很开心 有的没有献过血的人啊 可能会担心啊 说这献血会不会影响咱们健康啊 我的血抽出去了那咋行 我告诉您啊 真的不会影响健康 昨天啊在网上就有一热搜 一个大哥连续献血22年 一共献了180次 在广东和园 有一位50岁的献血达人黄宇斌 他每年都向血占无偿献血 22年来已经献血180次 我是从2000年开始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像是补饭2000多毫升 黄宇斌的献血量 相当于10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 他也是合源氏献血量第一人 无偿献血虽然可以挽救生命 但却不是人人都能献的 那么哪些人可以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又有哪些好处呢 关于无偿献血 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献血呢 首先咱们年龄要满足 18周岁到55周岁 然后呢体重 男性呢要大于等于50公斤 女性大于等于45公斤 然后咱们心肺功能要是正常的 排除乙病肝 艾滋梅毒这些传染性疾病 然后呢就是咱们的雪山龟要正常 这些人群都可以去献血 那么首先呢 他要了解献血的一些基本知识 消除这种紧张的情绪 那献血前一天呢 要适当地休息 保证充足的睡眠 献血前呢还要注意一下 个人的卫生 然后在献血前一天 即献血当日呢 不能饮酒 不能服用 也不可空腹去献血 可吃一些清淡的食品 像面包 西饭 咸菜这一类 一次献血量 不会影响循环血量 而且呢献血可以促进体内 血细胞的新陈代谢 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功能 献血后呢 首先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 像是瘦肉啊 牛肉啊 鸡蛋 牛奶 然后呢补充一些铁 像是猪肝 猪血 鸭血 这一类的都可以 也可以补充一些 献血 献身不比12 来加速咱们的体细胞的恢复 之前啊我看网上有谣言 说献血 你献完之后会变胖 医生也解释了啊 献血呢本身不会改变咱们的细胞结构 你变胖了 那是跟你吃有关 有的人吧就会觉得 你说我献完血了 那我身体多虚啊 我得好好补补 那就开始各种造物啊 各种食补啊 你再加上运动量又跟不上 你这才是导致你变胖的 罪魁祸首 这回大家没有顾虑了吧 希望呢以后有更多的人 都会加入到献血的队伍当中去 前两天啊 没下血的时候 我有同事啊 说我胃补先知 说这两天肯定要下雨 因为膝盖疼了 果不其然 第二天就开始雨加雪 其实啊 这就是这个关节炎犯病给提的醒 那今天呢是世界关节炎日 不说不知道啊 原来这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 约为13% 那保守估计一下啊 这患者超过了1亿人呢 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有一百多种类型 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关节炎的发生 65岁以上的人群中 有50%患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 女性患肋风湿关节炎的概率 是男性的三倍 我们最常见的说是骨关节炎 那它呢确实是最终和年龄相关的 所以是老年人发病最高的 它在50岁以后呢 发病率是逐渐上升的啊 50岁到70岁的是我们的高发人群 那还有呢女性呢容易高发 还有呢就是和体重是相关的 如果你体重那个超重的话 那对膝关节的它的压力是大的 那它呢也确实是骨关节炎的一个 好发人群 那还有其他的关节炎 比如说我们风湿科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炎 就是肋风湿关节炎 那肋风湿关节炎的高发人群呢 就是30岁到50岁的女性 专家提醒 关节炎病要早预防 早诊断 早治疗 避免治残 虽然有些关节疾病靠机体调节 能够控制病情发展 逐渐康复 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关节炎 需要通过治疗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关节炎只有老年人会得吗 关节疼痛就一定是关节炎吗 哪些征兆说明 可能是关节发生炎症 要及时就医了呢 关节炎呢 其实它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和一种症 这里头呢就需要和关节疼加以区分 因为关节疼痛呢 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表现啊 那我们在人的一生中 可能绝大部分人都体验过有关节疼 但是关节疼呢不一定就是关节炎 关节炎呢 它一半要一半有关节的一个肿胀 或者是明显的疼痛 同时呢伴有这个关节的活动受限 比如说手关节炎的时候呢 我可能伸直啊 然后弯曲的时候呢 就会不能完全伸直 另外人们常常将关节炎看作是老年病 其实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发生 其中骨关节炎的发病人群 以老年人为主 据统计50岁以上的人群中 50%患有骨关节炎 65岁以上的人群中90%患病 但还有一些类型的关节炎发病 正在日趋年轻化 比如痛风性关节炎 以前发病年龄基本在40岁以上 但近年来 由于饮食结构的变化 发病年龄日趋年轻 临床上甚至有十几岁的男孩 发生痛风性关节炎 另外强植性脊柱炎 可能合并外周的膝关节 宽关节 怀关节炎症 高发人群也是青年男性 还有体重过重 受伤 感染和糖尿病等 都可能引发不同年龄的人 患上关节炎 该说不说 我现在真得感谢我妈 打小就让我认识到 说这个关节保护好 到老也能跑 这个道理 在这儿呢 学员也提醒大伙 四个坏习惯 最伤关节 您记好了 扶岸久坐 老敢的坐着 还有长穿高跟鞋 缺乏运动 和不控制体重 所以啊 日常保护关节 要注意保暖 加强锻炼 控制体重 防止骨质疏松 那再有一个呢 关节疼痛啊 咱别给大家合去 去医院检查检查 现在啊 正是这个 利黄肥嫩的时候 炸利黄 那色泽金黄 营养丰富 健脾开胃 好吃啊 不过这个软塌塌的利黄 它怎么炸呢 这个度不太好把握 今天的每天一道菜 咱们就从这个 裹面糊开始 跟大伙儿烙一烙啊 跟大厨去好好学一学 今天教大伙儿 做个炸利黄 利黄洗净 泡沙水 三勺玉米淀粉 再来三勺白面 一比一的比例 半勺十三角 少放点盐 味精彩 放点 搅拌均匀 搅特别干的话 就放点水 就这种固断 这就好了 接着我们炸利黄 利黄放里边裹匀 炸到这个程度就可以捞出来 所以利黄就炸好了 又酥又软的炸利黄啊 就算咱那牙口不太好的 我们叔叔阿姨啊 这也能搅动 贼香 明天早事啊 咱不妨就去买一兜 尝尝 做一把 我觉得您肯定能做好 东北老妹带你吃 是我们生活导报的另一个抖音号啊 就这几个字 记住这个标 这趁舌头那个吃字 这里边啊 全都是有关美食的那些事 您想学哪道菜 或者是什么调枝啊 挂户啊 等等这种诀窍 你就在里边找 保管你这厨艺是天天有进步 每天做大餐 美食当前 当然了 咱那牙口真的得好啊 咱们观众朋友们当中 真的该说不说 这个缺牙的应该不少见 那咱怎么办呢 权威的口腔专家的建议啊 是你得及时的把这牙给种上 但是种牙 你可不像是说我买个牙膏啊 那么简单 你说我就冲着 就一时用一下试试 那不行 咱是冲着一辈子的 所以必须得谨慎考虑长远 那想种一口放心的好牙 得找技术过硬的经验族的名义 全国连锁的口腔机构 沈阳康贝加口腔 名义种牙 实力派 远期效果有保障 轻松舒适 无负担 当天种牙 当天就能用 康贝加口腔集团 深耕牙齿健康13年 鲸鱼 种牙 症肌 眉齿 治疗 儿童齿科 全家牙齿问题 一战式解决 13周年愿情之际啊 咱们沈阳康贝加呢 特意推出了现实的感恩回馈的专场 聚现聚会 看牙症当时 您就别犹豫了 赶紧拨打电话 31213333 进行预约 拍片啊 检查呀 名义汇诊啊 还有专属的方案设计费呀 全免 每天仅限前20名 先约先得 就这个电话 至辽宁大事 看全网热点 请登陆 北斗 红美客户端 全网正式推广 终于品牌升级 请下 北斗 MZN 北斗 欢迎知天下 免费送 免费送 品牌珠宝首饰 真的免费送 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 金石原珠宝成功上市 金石原珠宝店 特推出金石有缘送万家 齐天狂欢活动 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 不要钱免费送 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 是不是被震撼到 现在只要打进电话 一分钱不用花 金石原珠宝免费送到家 名额有限 数量有限 新线前100名 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一款镂空金香玉吊坠项链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 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 女士百福手镯 男士皮修手串 女士迭恋花耳钉一对 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 现在只要打进电话 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 免费送到家 一分钱不用花 不用担心 不用怀疑 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 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 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 有没有被震撼到 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反正又不花钱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机会难得 我抢到了一套 总算抢到了一套 足足八件珠宝手势 不要抢必须抢 不抢就吃大亏了 我们金世元是专业珠宝品牌 为了庆祝金世元珠宝 新款成功上市 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 千金送万家 七天狂欢庆典 每天拿出100套珠宝 免费发放 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 主动打进电话的 足足八件珠宝金手势 全部免费送给您 一款镂空金像玉吊坠项链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 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 女士百扶手镯 男士披羞手串 女士迪恋花耳钉一对 足足八件 每一件视频都巧夺天宫 独具降薪 真是最新潮的款式 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 随便提问一个问题 那么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给您 但是由于数量有限 只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 幸运观众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免费领取吧 靠着一双手 奔向中国梦 鲜肥粉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碗 去得了谈 振得了壳 平得了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让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导报 为您服务 8号那天江苏淮安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男子在过街天桥进行高空作业的时候 一个没把柱掉下来了 仅凭一个安全绳就跟他半空中是摇摇晃晃 这时候一辆公交车刚好经过 发现了险情 司机是缓缓的前行 刚好就停在了男子的正下方 10月8号江苏淮安一男子在过街天桥高空作业时突然从桥的一侧掉落 仅凭身上的一根安全绳摇摇晃晃的 悬挂在揣流不息的车流上方 情况十分危险 此时公交驾驶员高娟发现后 赶紧放慢车速 将车停在男子下方 让他落在车顶 拍到天桥附近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有一个人血漠在半空当中 我当时看到了就感觉非常危险 他借助了我车之后车性的架子 加上我们四五位热心市民 还有热心市民